既然有這個中國大陸的僑民 搭我方的這個專機撤僑 你也可以去統戰一下 中國大陸的那個人啊 中國大陸的 當時搭我方的這個專機撤僑的時候 你也可以讓他去說 那你覺得這個台灣怎麼樣啊 你可以說 那你可以要他錄一段影片啊 也可以找三立去訪問他 那我相信他應該也會講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很民主的地方 台灣人真的好好 我真的謝謝台灣 台灣真的對我們好親切 你也可以趁機統戰一下對方啊 奇怪了 你自己放棄了統戰對方的這個機會 你看人家現在 救了我們台灣人 那他拍了影片去統戰 你怪人家 怪我們你外交部自己傻 傻逼可以講嘛對不對 你外交部自己傻逼 放棄了一個大好機會 下一次如果再有中國大陸的這個人 撤僑的時候搭到了我們台灣的民主專機 馬上三立去採訪他一下 他一定受訪嘛 就在飛機上去訪問他 請問你覺得台灣的民主制度好不好啊 台灣是不是很棒的一個地方啊 扶爾摩殺棒不棒啊 我們是不是大家都言論自由民主自由 要不要維護我們的民主制度啊 民進黨棒不棒啊 我相信那個僑民他都會講 好 棒 太棒了我愛台灣 台灣感覺就是我靈魂上第二個家 三立趕快去做一篇 也去統戰一下 怎麼這個都不會 隨大陸撤離黎巴嫩 台胞卸主力 祖國就是中國 今天我講祖國又講了四十幾分鐘 講祖國又講了四十幾分鐘 好 來 這個台胞謝祖立他說祖國就是中國 好 來 賴清德總統日前在國慶晚會上 提醒國人誤用祖國兩個字 有一名隨這個中國大陸一起撤離黎巴嫩的台灣民眾 謝祖立事後在接受中國大陸央視專訪的時候 他說祖國就是中國 他也不是撤離的時候才這樣想 好 好 那就是有一名台灣的這個 台灣的同胞 台灣同胞 是隨著中國大陸的公民一起安全撤離黎巴嫩 包括三名香港居民還有一位台灣同胞 那這位隨中國大陸撤離黎巴嫩的台灣民眾 接受央視訪問的時候他就哽咽嘛 他就講我的祖國是中國 人家也講祖國是中國他也沒講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我不覺得他這樣講有什麼不對啊 賴清德的講法不也是嗎祖國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啊 好 來我們來看我們的這個外交部他怎麼回應啊 台灣的這個男的他離開這個黎巴嫩他喊祖國是中國 外交部轟炒作 我們看我們外交部怎麼回應的 Ctrl加來 好 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健啊 轟這個叫做認知作戰 他指出啊 過去以色列撤僑的時候 中國的僑民也希望 搭我方的撤僑專機並獲同意 然而這一次中國卻借機炒作祖國議題 自曝其無所不用其極打擊中華民國台灣的統戰意圖 這個外交部的回應我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說 這一位這個我們台灣人啊 他搭了中國大陸的撤僑的這個貨輪一起離開黎巴嫩嘛 那他就喊祖國是中國 那我們外交部的回應是說 以前這個中國也有僑民搭我方的這個撤僑專機啊 那也撤僑啊 那這個中國怎麼這一次炒作 我們台灣人搭你的 你就炒作祖國議題 我們也沒有炒作啊 我想真的這個外交部 既然有這個中國大陸的僑民搭我方的這個專機撤僑 你也可以去統戰一下中國大陸的那個人啊 中國大陸的當時搭我方的這個專機撤僑的時候 你也可以讓他去說 那你覺得這個台灣怎麼樣啊 你可以說 那你可以叫他錄一段影片啊 也可以找三立去訪問他啊 那我相信他應該也會講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很民主的地方 台灣人真的好好 我真的謝謝台灣 台灣真的對我們好親切 你也可以趁機統戰一下對方啊 奇怪了 你自己放棄了統戰對方的這個機會 你看人家現在 救了我們台灣人 那他拍了影片去統戰 你怪人家 怪我們你外交部自己傻 傻逼可以講嘛對不對 你外交部自己傻逼 放棄了一個大好機會 因為下一次如果再有中國大陸的這個人 撤僑的時候 搭到了我們台灣的民主專機 馬上三立去採訪他一下 他一定受訪嘛 就在飛機上去訪問他 請問你覺得台灣的民主制度好不好啊 台灣是不是很棒的一個地方啊 扶爾摩扎棒不棒啊 我們是不是大家都言論自由民主自由 要不要維護我們的民主制度啊 民進黨棒不棒啊 我相信那個僑民他都會講好棒 太棒了我愛台灣 台灣感覺就是我靈魂上第二個家 三立趕快去做一篇 也去統戰一下 什麼這個都不會 你也可以去統戰人家嘛 這也要教你 那今天人家統戰你 那我想真的 中國大陸救了一個台灣人 把他救出黎巴嫩 那你就他就借機拍一下 宣傳一下他的這個統戰工作 不是很合理嗎 這個也是 教一下作業啊 他這個 這個 人家的外交部 外外外 這個叫什麼使館對不對 也有一些什麼KPI 作業要跟上面承報啊 你看 我們撤僑我們的工作多好 對不對 公家機關都有這些作業要交的嗎 我們也可以啊 我們幫助一個中國大陸的同胞 或同胞的後代 75歲 這是我們祖國的公民嘛 同胞 中國大陸的同胞 上了我們台灣的民主專機 在一路上感受到民主自由的熏陶 他因此 對於民主自由有了新的這個認識 三立也可以去訪問他一下嘛 自己不會 怪人家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用心直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 同一個時間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S 推出的新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媲美藍光神爛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或是海邊 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叫給K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兒童、孕婦、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852 會有更多折扣喔 好 好了 做成功了